总抗争来看战争来看这一场欧战 俄罗斯誓言拿向乌东地区 但恫吓西方不要插手 所以星期三试射了洲际弹道飞弹 普京警告西方 采取不离俄罗斯的行动前要三思 这次试射的飞弹射程最远 有18000公里 也就是可以直接打到美国 美国国防部的回应相对淡定 就说试射之前就已经知道了 而俄罗斯有很多寡头的富豪 被西方制裁 现在开始表态反战 曾经跟普清非常亲近的银行创办人 公开批评 说普清应该是精神失常 还呼吁西方给普清一个退场的机制 让他保住颜面才可以停止大屠杀 俄国重振旗鼓誓言拿下乌东 为恫吓西方不要插手 俄罗斯周三试射一枚洲际弹道飞弹 总统普清也公开警告西方 采取不离俄国行动之前 最好三思 俄国发射的是 萨尔玛特重型洲际飞弹 他在2016年证实亮相 取代苏联时期的旧武器 他可携带数个核弹头 射程最远一万八千公里可以直达美国 美国国防部也立即回应 表示对试射不意外 因为事先已经收到通知 美国原本这个月初也计划试射洲际飞弹 但因为无恶冲突使机敏感而取消 专家分析 普清试射除了威吓西方 也是做大内宣 俄军在乌国受挫的消息 已经在俄罗斯传开 普清必须让人民相信 俄军战力没有问题 不少俄罗斯寡头富豪 也反对发动战争 曾与普清亲近的银行创办人 奥列格丁科夫 是第一个敢公开反对入侵乌克兰 还痛批普清精神失常的企业家 他形容这场战争是让无辜的人失去性命 军人死在战场 驾领宿最后醒来 才知道军队不堪一击 丁科夫建议西方给普清一个清楚的退场机制 让他保住脸面阻止这场屠杀 西方祭出制裁 冻结多位俄国寡头富豪的资产 查封他们的顶级游艇和私人飞机 这招看来能走效 不过专家分析 光凭几位寡头企业家的反对 对普清的影响不大 只要国家安全体系人对他效忠 普清就不会失事 俄军占领基辅行动失败后 已经重振旗鼓猛攻东部 不过根据乌东前线战士的观察 俄军的士气已久低迷 内部沟通协调混乱 与重振前的状况差不多 乌东和马里乌坡尔的战事危急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两地人缺威力强大的武器 呼吁西方继续给予支援 TVBS新闻综合报道